響鐘視察人5分鐘爆310萬 招沙咀摩地道 這間專賣名牌錶和飾物的二手店 雖然裝上警鐘和電閘 但都難不到那些專業老爆賊 5分鐘清了店舖 立了百萬貴價貨 日直老闆回來都一年無奈 有什麼原因 消息說那些察人下手前 特意搞在警鐘 測試那些察人多久才到場 凌晨4點多天蒙光下手 先搞定門口的警鐘 再叫爛電閘仔和玻璃門鎖 一個球兩個藍 5分鐘幾十隻撈 和卡地亞手錶沒有 而放在廚窗的幾十隻 值幾千元的卡地亞戒指 就碰都沒碰 警方翻看附近酒店的CCTV 通緝中3個涉案的男人 鑑於他們做事超快手兼熟了家寶 不排除他們來過踩線 至於二手店證實 沒有了68隻錶 400隻戒指 和40對耳環 價值超過300萬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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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下車 更多體驗